你可能听说过太阳能板有毒物 它会污氧环境,危害健康 今天我们用三个事实 一次破解这个流传已久的迷思 太阳能板的主体就像一个三明质结构 主要由玻璃、铝框和细晶片组合而成 它的核心材料,锡,是地科中第二丰富的元素 本身并无毒性 真正的挑战在制成与废弃 那么,毒性从何而来呢? 首先是切割细晶片及10克清洗时 会使用化学药剂如硝酸 但现代的科学园区厂商 对此都有严格的管制和处理规范 其次是在太阳能板寿命结束时 怕被任意丢弃、掩埋或焚烧 不过封装的重金属和切晶产生的废沙浆 才有可能释放出来 造成环境污染 所以问题不在太阳能板本身 而在如何妥善处理 好消息是目前台湾已建立完整的回收机制 首先,国内已建立有废弃模组回收基金 确保每片板子都有预角处理费用 其次,目前的回收技术 已能将太阳能板拆解 玻璃、铝框、细等材料 可以分离出来再利用 也可将重金属集中处理 这代表,废弃的太阳能板不是垃圾 而是有价值的矿产 所以,只要做好回收管理 就能让太阳能真正成为永续的处方